瑞穗香利幼儿园今天举行学习成果发表会 有许多家长几乎都全家出动来参加 而幼儿在台上唱唱跳跳快乐学习 台下的家长也不忘拿起手机拍摄记录 台上台下都热闹无比 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小小朋友们的精彩表演 幼儿跟着节奏敲打手上的乐器 呆萌可爱的模样强力融化台下长官与家长人的心 两到三岁的学龄前幼儿在学习成果发表会的舞台上 唱唱跳跳快乐学习 台下家长不忘拿起手机拍摄记录 台上台下温馨的闹 日随乡立幼儿园13号上午在乡公所四楼演艺厅 举办学习成果发表会 与会长官贵宾针对表现优异的幼儿 进行颁奖表扬齐勉鼓励 这边也带了县长 祝福我们的孩子们到了另外一个学程之后 有更快乐的成长空间 然后祝我们的每一个家庭能够幸福人满谢谢 除了公立学校或者相托之外 日随乡由于没有一所私立幼儿园 也因此相托也就成了家长们的首选 这学年共有46位学童的幼儿园下学年度也早已满招 但仍有学生家长持续排队候补 今天是成果展 这些老师和这些小朋友 老师教得很好 小朋友教法团 在国防的活动 一定一的 你看看今天这个成果展真好 希望我们的乡亲可以跟我们的小朋友来教 帮我们工作 帮我们工作老师来教 乡长吴万德重视支持幼儿教育 全力推动幼儿园环境设施的优化改善 打造安全的学习场域 乡托教保员朱美芳 计划引进蒙特索利教学法 帮助孩子身心自然发展 培养幼儿独立自主 瑞士乡公所软硬体建设双管旗下 让瑞士乡的幼儿们快乐成长与学习 记得是玉兰最初采访报道